好,今天我们都以下会分享神的话语 我们在听道之先我们都一起有个祈祷 亲爱的天父,你是我们的神 你永永远远都是爱我们 你看着我们 我们看到蛇弟兄在他的人生里面 是很不容易 他也都形容他好像有22年 好像以色列人那样流浪 但是神你的爱始终将他来到去呼唤 回到你的怀抱,回到你的家里面 刚才我们听到他非常美好的见证 虽然他很紧张 但是我们都听到在心灵里面 我们为他感恩,为到天父 你的慈爱 我们心里面很感动 愿意我们都是这样 来到去继续经历你 继续去认定你是我们的神 让我们的生命里面 有什么需要你提醒的 有什么需要神来去造就我们的 让今天的早上我们等候在你的面前 圣灵在我们心灵里面工作 更新我们 来到带领我们 来到去 在年底这个时候 有不同的反思反省的时候 我们的生命是能够得着改变 也都得着进步 继续来到在你里面成长 我们将以下的时间 我们交托给你 求你的话语 对我们每一个人心灵讲话 我们这样诚心祷告 奉耶稣基督的名字祈求 阿们 在古希腊 有一个有意义性的谎语 是这样问的 什么是早上四只脚 下午是两只脚 黄昏的时候是三只脚 什么大家猜不猜到 听到啊 是人 是对 这个谎语的答案 是指出 人的一生就好像一天 早上就是人年幼的时候 就是四脚爬爬 下午的时候 人生就是征壮的时候 就是两只脚去行走 黄昏的时候 就是人达到年事渐掌 就需要用拐掌 来到行路 两只脚加拐掌 就是三只脚 这个谎语的谎底 就指出 人是时间的旅客 人从年幼 到征壮 到衰退 因为一生匆匆就过去了 正因为时间是不等人的 不知道大家 你认不认同呢 我都想想我自己 我都走到中年了 你呢 你走到什么阶段呢 我们要有智慧的心 去数算自己的日子 思考我们要怎么样 好好地来到过我们的人生 今天呢 我和大家来分享诗篇第九十篇 是神人摩西的诗 希望呢 从这篇诗呢 来得到启迪 去得着一个智慧的心 智慧 这个词呢 在旧约出现过 很多次的 出现过三百一十二次那么多 其中呢 有五分之三呢 是在约伯记 针言和传道书呢 里面出现的 这个字的基本意义呢 是指呢 听明 有洞察力 有领悟能力 理解力 还有思想周长 等等 教育里面的智慧呢 就不是指一些 神学的理论 或者是见解 这些的东西 那是指呢 人心里面的思想 意念 也都呢 包括呢 道德 伦理 和宗教等的行为 在约伯记 和针言书里面 告诉我们听呢 智慧呢 是因着 对神的 尊敬畏惧 而远离 罪孽 邪恶 而在诗篇九十篇呢 就告诉我们听 智慧呢 是引领人呢 归回到创造的主宰那里去 而且呢 在他那里呢 可以呢 得着安然的居所的 针言第九章 第十节 那么说 敬畏耶和华呢 是智慧的开端 认识致圣者呢 是聪明 要得着智慧的心呢 我们首先呢 就要认识耶和华 这位的神 那么我们一起呢 来看诗篇 第九十篇呢 的第一 第二节呢 在大家手上的程序表呢 也都已经引了出来的了 我们揭开内页 那里呢 我们来读第一 和第二节 好 我们一起读吧 主啊 你世世代代 作我们的居所 珠山未曾生出 地与世界 你未曾造成 从耿古到永远 你是神 这两节的经文呢 开始的时候 有两个呼唤语 就是主啊 和第二节呢 最后那里说 你是神 那么这个呼唤语呢 好像首尾呼应的嘛 主啊 你是神 那么这样 那么 开始的时候 摩西他就呼唤主 犹太人呢 犹太人呢 就习惯呢 用主呢 来去称呼耶和华的 在旧约呢 在旧约呢 表达呢 表达一种 表达一种 表达一个无可比拟的 独一无二的神 神是拥有权并和大能的 而这两节的经文当中就说到 神是世世代代作我们的居所 神也是从耿古到永远的 这两个的表达呢 是时间和永恒的对照 世世代代在时间上 是具有一个双重的意义的 第一呢 世世代代就是指一段 延绵不绝的日子 从一个世代到另一个世代 直到没了 这样的意思 而世世代代呢 也都是表达着 现在这个时代 焦点就放在此时此刻 这个时候 也都是意思就是说 在这个时代 神呢 都作我们的居所 这样的意思 摩西呢 在圣灵的引领里面呢 来到去称呼 说呢 从耿古到永远 你是神 意思就是说 从永远到永远 你是神 换句说话 神呢 是没有起始的 神都没有终极的 神呢 是没有过去 也都没有未来的 神呢 是从永远到永远 这句话呢 不单是揭示 他永恒 神的永恒的存有 更加呢 是要告诉我们听 神呢 他是像我们人类 有生存意义的 我们短暂而有限的人生的里面 我们可以很真确地 去体验这位神 亦都可以呢 去尝到神的尾线 和恩慈的 神是永远到永远 我们就是在 其中的一小部分 在神的 眷顾的里面 在这里呢 就说到呢 神是我们的居所 希伯来文呢 指这个居所呢 就是避难所的意思 亦都是指一些野兽的动约 又或者呢 是指神的居所 总括来说 居所呢 这个词语呢 就是代表一个 棲息的所在 如果人呢 或者是野兽 没有居所呢 就会到处颠沛流离 好像呢 母亲的浮瓶 这样 我今年呢 今年初啦 现在年底啦 今年初呢 我就搬入元朗住 之前呢 我也折腾了两年 我以前是沙田住的 我要买楼 接着要买楼 那两年的里面呢 这个过程很惊险的 旧那层楼 如果买了出去 那当然会开心啦 但万一呢 如果买了 又买不回 要租楼 要挨贵租 或者要搬 就是搬来搬去 居无定所就很烦了 但很感恩 就是去年年底的时候 我就买到楼了 现在呢就住得都很安定 有居所呢 的感觉呢 是怎样的呢 有居所呢 就是感到呢 就是你 很努累呀 很累呀 或者遇到不开心的东西呢 你可以回到家里躲起来 可以呢 就是很舒服 这样呢 窃一窃 有居所呢 就是呢 有任备的地方 神呢 是我们的居所 主耶稣说呢 凡劳苦担重担的人 可以到我这里来 我就使你们得安息 耶稣也会 叫我们心里享安息 奥古斯丁 他在年轻的时候 很放荡 犯了很多的罪 他在他的忏悔录那里说 他说 神为了自己创造了我们 我们的心 是不会得着 凌静 直到 我们安息在 神的里面 神是我们的 安息的所在 神也是 做业心重的人类 的真正的避难所 圣经说 主呀 你世世代代 作我们的居所 哇 真是 多么宝贵呀 不单只是一个 知识理论 我们可以 住在神里面 从今生 直到永远 在这篇诗的第二节 那里也说 朱山未曾生出 地与世界 你未曾造成 从耿古到永远 你是神 这句说话 讲到神的创造 我们留意 出生 和创造这两个字 原来 出生 是描述一个 妇人生产婴孩 另外 造成这个词 是描述正在 分娩 临产的妇人 摩西用了 疑人的 笔法 来去描述 神的创造 就好像 生养孩童 又好像 临产的妇人 一般 神就是这样 这么精巧地 来到 做这个世界 神 藉着这个世界 彰显 他自己 宇宙 穷仓 就好像一个 大的舞台 天天夜夜 在那里见证 在那里述说着 神 奇妙的大能 智慧 和荣耀 不知道大家 喜欢不喜欢 去 行山 早一两个礼拜 我就去 大堂 看红叶 其实 都没什么 看到 因为天气 还很热 昨晚 我大嫂 就传了一些照片 给我 哇 那些红叶 那些叶 已经变成红色 真的红了 如果大家 有空 都可以去 行 你去到 你会看到 小小的香港的 景色 已经都看到 神的创造 的荣美 第二节 希伯来文 这句话 朱山未曾生出之 那里 是有一个 连接词 即是那时 在 中文 显示不了 不过 看原文里面 是有 这个 连接词 即是那时 即是 创造 这个 朱山未曾生出 地与 世界未曾造成 那时候 神 就已经是神了 这个说话 是告诉我们 神是创造 宇宙万物的主宰 唯独 我们认识 这位的神 我们的主宰 我们才能够 知道理解 或者是理解 这个世界的来源 是怎样的 经为耶和华 是智慧的开端 要得着智慧的心 首先要认识 耶和华 这位神 他就是 从耿鼓到 永远的神 他是人类的居所 他是 宇宙 他是创造 宇宙万物的主宰 这篇诗 接着 摩西就讲到 人 是怎样的 在第三 到第十二节 就是摩西讲到 有关人的短暂 和人的罪性 人的罪性 使人的人生 是黯然无光 我们一起了读 第三 照第六节 你使人归于尘土 说 你们世人要归回 在你看来 千年如已过的昨日 又如夜间的一间 你叫他们如水冲去 他们如睡一觉 早晨 他们如生长的草 早晨发芽生长 晚上割下枯干 第六节 可以了 在第三节 有一个主语 即是subject 你使人归于尘土 说 你们世人要归回 人是由尘土所造成 最后 就是要归回 原来的地方 就是尘土 神是主宰 包括 祂是主宰人的生命 人是尘土 是很卑微 而且人的一生 亦都是很短暂 我们看下文就知道了 第四节 那里说 千年 在人看来 好像一个很漫长 无可比拟的一个时间 没有人有一千岁 一百岁都没有 很难 人活到七十岁 或者活到八十岁 但是比起 看千年 好像以过的 昨日的神来看 我们的人生 只不过 好像夜里的一间 一间 就是四个钟头 是很短 是不知不觉 就过了去的时间 第五第六节 如何形容人生呢 我们看粤语长片 看到一些镜头 就拍着 娟娟的流水 然后在画面里 就说二十年之后 对不对 这个形容 都算慢了 在第五节 那里说 你叫他们如水冲去 原意就是指暴雨洪水 世人的消逝就好像洪水 洪一声 就冲走了 快得这么教惯 快得这么严惊 第五节的后半句 就说你们 如生长的草 早晨发芽生长 晚上割下枯干 就好比人的一生 从幼小到强盛 到全然 的 雕毁 就是大势 以去 整个过程 就是一日之间 急速地完成 即是说美丽的 只是成为一个回忆 有力量的 也都已经没有力量 就好像影子一样 这些的转变 就好像睡一个觉 人生就好像发了一场梦 是猛言不知情 就过去了 这个是不是我们人生的写照 我们有没有觉得 哇 很多事情 好像昨天发生的 今晚之间 就过了几十年了 人生 真是很急速 很短暂 急速到 令人很害怕 是不是呢 我们生命 既然是 这么短暂 在第三节 神说 在第三节摩西说 你使人归于尘土 说 你们世人要归回 而第三 和第六节 就表达着人生的生存 和死亡 都彰显着神的主权 生命是急速地 非快地走了 神就是永恒不变的神 我们的存在 完全是在乎神 而不是在乎我们自己 我们只不过是尘土 最后都要归回尘土 所以我们不要 错误地以为 我们可以靠什么 或者可以靠这个世界 或者靠什么人 可以给我们保护 或者我们可以带什么走 最近陆续有一些名人 离开世界 比如 著名的武俠小说家 金庸 或者美国的 有名的总统 布殊 这些 哇 真是今年 很多名人 都是这样 相计 拜拜 我心里面 亦都很怀念 在天家的我的父母 我亦都想起 我心里面 今年都有一些 或者是最近 都有一些 无名的伟人 相继离世 这些都是 在我团契里面 服饰的长者 有团契的一个组长 一个很坚韌的组长 他从团契开始 到他离世 都一直服侍神 收奉献 怎么奉献 在团契的师班 他是郑老太 他也是回我们这堂崇拜的 整天坐在前面 整头白晒的 他就今年年中度的时候过身 他九十一岁离开 临离开世界之前的一天 他家人听到他说 他说 主啊 请妻遣我 他家人告诉我 另外 上个月 刚刚识别了 团契一位长者 他是一位太极的师傅 现在我们两个团契的太极班 那套拳 都是他设计的 他是我们团契的组长 也是师班员 也是教会的大师班员 他在他的身体慢慢衰退的时候 他常常坐着他的电动轮椅 周围去的 我们团契去山顶旅行 他也坐着电动轮椅 跟我们走着山顶 这位就是89岁的姚世伯 在他这两位长者的丧礼里面 都提到他一生 都有很多的经历 在姚世伯的丧礼里面 我都听到同工来到分享到 他一生呢 就是有一个病呢 潜扰着他 就是他有被适育的问题 如果有被适育的问题的人 你就知道是很辛苦的 姚世伯当他年轻的时候 有这个病 当他很辛苦的时候 他就写下了一些经历 他就说他辛苦的时候 他会选择去倚靠神 所以他心里面就有平安 有力量 跨过了这些困难 以上这些长者 他们的一生都是倚靠神 神就是他们心灵的居所 甚至他们离世 都是有神的百般的恩事 来到看顾 在这里都不能够一一来到进述 他们的灵 也都归回到 赐给他们灵的神那里 他们也都住在 耶和华的殿里面 直到永永远远 神是我们耿古 而稳妥的居所 所以 让我们将摩西的诗歌 和体验 都读进我们的生命里面去 让我们向神 献上深深的感恩 在这篇的诗里面 摩西来到展述 神是永恒的主宰 他是人的居所 人生是多么短暂 到第七到第十二节 就讲到人的罪性 在当中告诉我们听 人在这个罪性里面 就叫人的生命蒙上阴影 摩西陪陪以色列人 流浪在旷野四十年 摩西看见以色列人 对神那种不信叛逆 软弱犯罪 痛苦受烦 摩西有百般的感触 摩西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之下 写了这个诗篇九十篇 以色列人的人生 是多么令人惊讶 我们看看 下面我们就知道了 我们一起读第七到第十二节 我们因你的怒气而消灭 因你的愤怒而惊惶 你将我们的罪业 摆在你面前 将我们的隐恶 摆在你面光之中 我们经过的日子 都在你震怒之下 我们到尽的年岁 好像一声叹息 我们一生的年日 是七十岁 又是强壮 可到八十岁 但其中所惊乱的 不过是劳苦受烦 转眼成空 我们便如飞而去 谁晓得你露气的权势 谁按着你该受的敬畏 晓得你的愤怒呢 求你指教我们 怎样数算自己的日子 好叫我们得着智慧的心 在第七和第八节 提到人的罪 根本是不能够隐藏的 人的罪 常常都是活现在 神的面光的里面 第七节那里提到怒气和愤怒 是强调神对罪业的痛恨和憎悟 是达到极度愤怒的程度 以色列人在抗野 就好像一只经功之鸟 就最后的结局 就是一生活在神的愤怒里面 也都消灭在神的烈露底下 在第九节就提到 人所有的光华 光辉 都会因为罪去失色 生命也都被罪去蒙上阴影 那些不愿意忏悔 对回转的罪人 他们的生命就注定活在神的震露底下 这里说 我们到尽的年岁 好像一声叹息 以色列人 他们到尽的年岁 就好像一声叹息 一声叹息是指什么呢 是指一口气 嗨 这样 表达着一种 疾暴而走 快速而突然 但是又很荒谬地突然消逝 这样的一个人生 到第十节 站在人生的终点那里 以色列人 回头一望 漫长的七十年八十年 如果是有什么可以回味 或者值得人以为荣 或者人以为监 就是什么呢 就是劳苦仇烦 各样的事情 都转眼成空 人生就如飞而去 是不是很悲惨 其实我们有很多痛苦 是怎么来的呢 其实人生很多痛苦 都是因为犯罪的生活 所招来的 基督教有七宗罪 就是指一些东西能够直接形成其他不道德的行为和习惯 那些叫七宗罪 现在的七宗罪是指什么呢 是指傲慢 贪婪 贪婪 色欲 贼 贼 怠惰 怠惰 或者是暴食 暴食 暴食就是贪食 这些都是罪来的 你不要说大坚大恶我才是罪 原来这些都是罪 这些都会直接 导致令到我们去形成一些不道德的行为和习惯 比如贪食 贪食的罪会引来恶果 我以前在医院里做软木 做了四年 在四年里见到很多东西 我探过一个四十多岁的患糖疗病的病人 在医院里见到他 他进来医院控制过高的血糖 他探过去的时候 见到他不吃医院的餐 他叫外卖 叫切鸡饭 还有点姜葱 盐油 于是我就随口就问他 我说你在医院里要控制血糖 你可以吃这些东西的吗 然后他有一些气冲冲的回应我 他说不吃这些 难道吃原本蠟燭香吗 我都不知道他的意思是什么 总之他这么说 很生气地说 结果没多久 久不久就会见到要进来度假 就是住院了 后来没多久 真的很可悲 见到他就中风了 当时我想他也是五十多岁了 睡在床上 那些气冲冲的气都没有了 所以我们要时时提醒自己 我们或者有些不小心 或者有些聚集了一些很久 一些不好的行为 这些都会令到我们收割一些苦果 在第十一节呢 那里面说 谁晓得你露气的权势 谁安着你该受的敬畏 晓得你的愤怒呢 摩西在这里表达 就是说看到以色列人这样 他也提醒以色列人 应该很多人都听到 见到 那以色列人究竟有多少用心去听 有多少能够明白其中的意义呢 摩西在第十一节这里表达是没有 没有人晓得神愤怒的权势 没有人按着神该受的敬畏 晓得神的愤怒 以色列人四十年漂流亢野 摩西 见到以色列人 竟然对神的怒气是毫不放在心上 仍然继续偏行己怒 以色列人是败坏叛逆 对神顶撞 毫不畏惧 有没有忏悔的行为或者心态 终于就得来苦果 就是一生努苦仇烦 一生就是一声叹息 这个是不是很多人的写照呢 在第十二节 摩西他就说 求你只教我们 怎样数算自己的日子 好叫我们得着智慧的心 人生苦短 加上 我们都尝过多多少少的苦果 我们的生命呢 是很艰难的 我们都不能够靠着自己去突破 但是摩西 不是单单在这里哀叹 他在这里求 求神赐给 他们有一个智慧的心 叫他们能够活到 叫他们能够活在神的权能和敬畏之下 希望 他们来到去敬畏神 扭转他们这个没有光彩的人生 顶姐妹 有时我们对自己的生命 来一个反省 然后将它重整 这样对我们很重要的 能够这样来到去反省重整 可以让我们活得正当 活得合神心意 会收获到一个又健康又开朗的生命 顶姐妹 你相信你的生命 会因为少少的改变 而发出光彩吗 当我们来到刻意去计算 生存的年日 和明白人生存在的意义和内容 我们就能够获得一种的知识 以这种的知识呢 能够转化成为真实的智慧 引导我们的心田 引进这个智慧 能够进入我们的心田那里 使我们能够明白自己 和明白神的 第十二节 这一节的经文 有人将全句 这样来到翻译 他们说 因此我们数算自己的年日 以至把智慧放在我们的心里面去 我曾经在读学 也教过诗篇九十篇 当时有一位姐妹 也在场 是我的学生 她过去的两年患过癌病 但很感恩 她痊癌了 好像死过翻生 但她仍然都有一些阴影 觉得自己好像很多东西 不如以前 对很多东西都会却步 但她听了这首诗 她数算自己的日子的时候 她觉得她要好好地活下去 生命是一个礼物 是神秘的礼物 这个智慧在她心里面 帮助她 去冲破自己的阴影 这位姐妹 她愿意尝试 去侍奉 结果 在我邀请她 去参与某些侍奉里面 她有一些爱心的姐妹 跟她作伴的底下 她就开始愿意 去承担这些侍奉 她很想好好地 过神秘的日子 当她数算她的日子 未来应该怎么过的时候 她心里面有这个智慧 这个智慧帮助她 冲破了这些阴影 我们很感恩 在针言八章十三节 那里说 经威耶和华 在乎恨恶邪恶 智慧呢 就是 经威耶和华 远离罪恶 放下软弱 的罪性 和自我 不是靠自己 也不是靠 世间的事或者人 是全心去信靠 这位永恒的主宰耶和华神 这样 我们一生 是不会落空的 在第十二节 和十三节 我们刚才看了 这两节 就是 整首诗的 中心 可以说是整首诗 好像是一个大的洋葱 而第十三节 就是 那个葱的 中心 而第十三节 也是一个 好像一个转接站 那样 把上面所说的东西 紧扣住 然后带到后面的经文 摩西 求祝你 祝你招着 你使我们 受苦的日子 遭难的 烈水 愿你的作慧 显然 愿你的荣耀 向他们的 子孙显明 愿你建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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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第十三节 在一个痛哭哀嚎 急不及待的情绪里面 向神 坦然 来到去 倾心吐疑 摩西在这里 求神 让自己 转向归神 同时也求神 转向归他们 那究竟 转回 是做什么呢 就是 第十四节 就是求神 使他们早早 饱得神的慈爱 好叫他们 一生一世 欢呼喜乐 早早 意思就是说 尽快 快点 马上 这意思 一生一世 可以逆续 在所有的日子里面 摩西感叹以色列人 过去的日子 在牢碌空洞里面 飞逝 前面的日子 摩西好好 慌望神的子民 能够饱饱 得上神的慈爱 以神为永久的居所 活在神的里面 在所有的日子 都欢呼 喜乐 饱得神的慈爱 我都很喜欢这句说话 饱得神的慈爱 你喜不喜欢 希望我们的日子 每一天都是这样 记得在九月中的时候 我在这里也是讲道 我就是讲以乐 这个人物 大家记不记得 以乐是一个以神为他亲密的朋友 和人生旅途良伴的一个人 他和神同行三百年 圣经说 以乐就被神接去 哇 真是 以乐就是一个饱得 神慈爱的人 真是很羡慕以乐 我就是2010年来到恩福堂侍奉 恩福堂出名人多 人多自然 就多事要理 多事要顾 记得我来的时候 有人跟我说 他说在恩福堂做一年 就好像在地道做三年 我说是呀 过了一个礼拜 好像过了一个月 过了一个星期 你问我做了些什么 真是数字不尽 鼎姊妹 你们是恩福堂的会友 你们会不会又是很忙呢 太忙我们要小心 太忙 如果我们单单牢牢 在繁忙的船窝里面 很容易会不记得神的 就是得个参与 或者得个做字 就要忙忙忙 快快快 生活 有没有让自己都停下来 慢下来 享受神的同在呢 知道自己在做什么 我们有没有让自己都停下来 我们有没有 渴望神的心 去参与 聚会呢 还是很惯常 是聚会就去 去吧 好的就去吧 有没有一个很喜乐的心 存着爱神的心 去侍奉呢 我们侍奉的目标是什么呢 是做好那样东西 做到千衣无缝 去满足自己 或者满足人 或是个目标是爱神爱人呢 如果不是的话 我们要回转了 返到神那里 希望我们都是 在忙碌的生活里面 我们能够停下来 我们能够 在我们人生里面 是真是 事事饱得 神的池爱 我们的生活 就不会空洞 第十五节 那里说 求你照着 你使我们受苦的日子 和我们遭难的年岁 叫我们喜乐 摩西不是求 没有苦难的人生 摩西是求 在苦难里面 有喜乐 和盼望 到最后 第十六 和第十七节 摩西的奇缘 就是希望 有神的荣美 在祂的生命里面 彰显 而且生命 不是好像影一样 这样飘了去 生命可以被神 你要建立 祂所做的事 是被神 来到去建立 顶姊妹 我们还有十六日 2018年就过去了 对你来说 一年 是不是很快又过去呢 时间是不等人的 你会怎样去迎接 2019年呢 所以让我们 数算自己的年日 以至将智慧 放在我们的心里面 让我们 有点点安静的时间 向神说出我们的心声 我们可以有一两分钟 安静来祷告 然后我带大家 有一个最后的祷告 我们的心声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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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